真的是辛苦哦 今天我们所在地呢 是这个取水处 入水口算是起点 那么待会呢 也会进到我们的这个出水口这边 长达2.8公里的距离 花了四年半的时间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今天很多现场的长官 跟贵宾聊到现场 让我一一的为各位介绍 也请挑大名的话 站起来原地转身回会手 跟大家打声招呼 首先郑重介绍的是 新政院的郑文灿副院长 欢迎副院长 以及台北市政府的大家长 蒋万人市长 欢迎市长 以及新北市政府的 郑屁支副市长 欢迎您 还有台北市议会的 戴席清一长 欢迎议长 以及水利署的 王一峰副署长 还有立法院的 罗民财委员 欢迎委员 跟大家拨回手 以及台北市议会的 李建昌议员 欢迎议员 还有台北市议会的 王兴怡议员 欢迎您 以及新北市议会的 陈宜君议员 欢迎议员 还有台北市议会 陈锦翔议员办公室的 钟仁玉主任 新的主任今天来 还有台电贵山发电厂的 叶登副厂长 欢迎厂长 还有福清营造的 张震智董事长 欢迎江董 还有中心工程的 陈生贤董事长 欢迎董事长 还有台北市肥管局的 林玉毅局长 还有台北市宾议局的 李志安局长 台北市财政局的 游世民局长 台北市主计处的 郑瑞臣处长 还有台北市政府的 赵光中参议 还有台北市官传局的 陈淑慧局长 欢迎局长 以及台北市法务局的 连堂凯局长 还有新北市水利局的 黄振成副局长 欢迎副局长 以及新店区公所的 吴志忠副局长 还有我们在地的里长们 包含是吴敬兴里长 高毅良里长 跟唐万基里长 也跟大家挥挥手 还有彰化银行的 简国县经理 在哪里 欢迎您 以及联邦银行的 院汝成经理 欢迎 还有赵峰商业的 刘志昊经理 以及地银行的林盈利经理 还有邦城公司的 张成光继师 欢迎各位 好 所以今天 每一位都是我们的 座商嘉宾 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一一的 来替各位唱名 所以紧接着我们 再来介绍的是 这一位是 我们介绍的是 范欢迎处长 在哪里跟大家挥挥手 欢迎您 欢迎您 好 真的哦 每一位都是座商嘉宾 共同 我们不分先后 也不分明 我来见证这个 属于翡翠水库 还有大台北地区 六百万位居民 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光听我说明 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来见证当中的艰辛之处 一起来看看 台北自来水事业处 肩负着大台北地区供水的重任 建造完善供水环境是它的使命 目前新电溪水源 占总出水量约97.5% 共有直潭涅源 直潭二源 及青潭等三条原水管 可互为备源 三处取水口 皆位于新电溪支流 南北市溪汇流口下游 原可联合运用新电溪上游水资源 但近年每逢汛起好雨 南市溪的溪水 浊度飙高 带别进水场极大的处理负荷 北水处尝试寻求彻底的解决方案 透过学者专家的研究讨论 决定在南市溪上游 暴雨高浊度期间 善用翡翠水库泄洪放流较低浊度水源 提出了翡翠源水管工程的构想 选定翡翠水库放流口下方的北市溪 增设取水设施 以输水隧道衔接台边粗坑头水路 并入直潭二元输水路 送水至直潭进水场 因取水设施 与北市溪上施作 为了不影响日常翡翠水库发电运作 采取维艳方式半半施工 工程团队不为风吹日晒雨淋 时常配合工进需要 日夜轮班改工 原水隧道全长2766公尺 由于临近翡翠大坝及穿越龟山巷斜地质破碎带 基于安全因素及降低对环境冲击 设计轮进较快的传统爆破钻炸方式 采用新耀工法机械钻掘 出水工的设计是 远水由隧道进入出水井 往上印流经消能池 汇入粗坑头水路 一号名曲改善湘寒 由于施作地点 紧邻排便粗坑头水路 新电锡及尽有社区 用地有限 所以出水工设施 采压入式沉香方式试作 本案开发前 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的严格审查 整体取水设施 利用弯道地形取水 有效提升取水效率 并降低电体高度 预留生物通道 降低对环境冲击 本水处秉持着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致力提供用户 优质安心台北好水 于民国113年完工后的 翡翠原水管工程 将使到台北地区 600万用户受贿 有效解决台风暴雨期间 南涉溪高度原水问题 使净水设施可连续取水运作 保障民生用水及产业发展 使台北更加趋向宜居永续的城市 所以台湾这段影片紧接着 邀请的是我们台北自来水事业图工程总队的 陈卫正总队长 为贵宾们来进行电报 欢迎总队长 各位长官各位嘉宾 各位早 欢迎来到这个 补充资料 我们从刚刚影片里面 我们知道北水处有三个重要的取水口 都位在新电溪 那这个意味着说 我们是单一水员有一个高浊度的风险存在 那这也代表台北市 新北市的居民的用水品贪忧 由于现在极端气候 这种高浊度原水又是成为一个常态 在104年 苏迪勒台风来的时候 它的浊度高达39,300度 而且是一个长延时的效率 这导致于我们的浸水场超出处理负荷 所以当时造就了一个黄桌水的事件 为此我们商讨对策 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永久性的解决对策 就是新建翡翠原水管的工程 这个翡翠原水管工程呢 就是在这个翡翠水河下游 然后利用这个北市溪比较低佐渡的原水 来引进到我们芝兰浸水场 那么引进的水量可以每日达到270万吨 在工程我们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取水工程 隧道工程以及出水工程 那最艰难的就是2766公尺的这个一个隧道工程 今天也是这个隧道工程要即将贯通的好日子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地方就是取水口 也就是后面可以看到毁碎水河大坝 我们从这里就是一个水的源头 引水一路到我们的滋涵浸水上 工程由工程顾问公司来设计 扶金营造来负责施工 由我们台北资来水事业势工程总队亲自建造 那么工程呢 从这个108年725号开工 至今我们进度已经到达了77.63百分比 这个工程则是故意 我们必须感谢非常多的单位来给我们协助 包括行政院把他纳入这个前瞻计划 辅助了8亿的工程款 还有这个水利署经济部 石河局等等 这个协助我们水事业审议用具取得 那么在地方政府呢 新北市政府还有这个台电 他也帮忙我们这个核酸工地的取得 还有环境想评估的审查 当然最主要的是地方上的邻里 今天也来到很多里长 我们在过程中得到他们很大的支持跟协调 那大家重置一次是要 才可以把这个工程继续往下推动 但是我们也面临到一些施工上的困难 让我来注意跟各位长官跟贵宾报告 首先我们在这个取吹口的地方 他是在河道施工 台风暴雨来的时候我们必须紧急撤离 这是一个危险性的工作 但是我们跟翡翠水库管理局建立了一个PM 建立一个PM平台 然后这个平台呢 我们可以紧急的撤退 在我们施工过程中紧急撤退了10次 其中有一次是淹没工区的 但是我们高效率的演练之下 这个撤退时我们的人机都能够安全 对工程进度几乎没什么影响 在隧道部分呢 我们在还品的时候承诺不用炸药来开炸 我们才催闹工法前线来钻掘 那么完成之后呢 是一个马蹄形的断面 内径有4.5公里 今天我们要贯穿的点就是在这个龟山段 这一位置 就是2公里这个离350公尺处 在隧道施工的过程我们遭遇到很多困难 包括偷滩 滩下雨 泳水 这个水很大量的泳出 那我们也必须这个负负为瘾 站站进去来施工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 这一个工程隧道的地质 沿性非常高 结理很少 也就是说你在破碎的时候 它的开发功率是有影响的 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在工程之初 我们就招这个邀请了国内 知名的这个隧道专家 群很多位 然后来寻求最佳对策 那么最后我们决定 加大施工基居能量 增加预裂孔 还有益车弯等等来提高工作效率 在出水工部分我们也面临一些难题 因为这个地方这个腹地很小 所以我们采用净压 压入式沉箱 可以低噪音低震动 避免对当地居民造成一个干扰 那么完成之后 我们也会兴建河滨景观公园 当然我们整个工程 我们也着重环保 我们友善环境 着重生态保育 然后呢 遵照环品的这个承诺 进行生态检核 以及这个环境监测 这样一个工程 虽然工程非常艰巨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感谢 在座来的这位贵宾 还有这个机关 在此事业体力相做 然后我们才可以跨过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那么我们施工团队呢 也会尽力来赶贡后面的这个内衬工作 那么希望在明年能够早日通水 到达一个稳定供水 这个达成服务型政府的一个目标 然后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些高浊度的沿水 让市民有良好的用水品质 同时透过中央的区域调度联合供水 那么我们也可以保障大台北地区产业用水的安全 以上是我的简报报告完毕 谢谢 掌声谢谢陈总队长 也诚如陈总队长所言 这样的一个隧道可以全线贯通 真的是仰赖各个局处 还有中央以及地方政府 甚至当地居民的通力合作以及配合 所以今天很多贵宾也来到现场 邀请他们上台来跟大家说说话 首先郑重邀请的是新北市的朱蒂之副市长 欢迎副市长 我们行政院政府院长 还有我们台北市我们湾安市长 还有我们台北市议会我们在习近代议长 还有我们台北市议会王议员 李建昌李议员 以及我们这个立法院我们民财立委 还有我们水利署这个王一峰王副署长 我们在地我们新店区最认真的一经议员 以及我们在地今天有来的三位里长 包含了我们驱使礼、龟山礼还有广心礼 那其实我很开心今天代表我们新北市侯友宜 侯市长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工程 圆水隧道的一个贯通的一个典礼 那来到这个地方说实在话 我非常有熟悉的感觉 那因为做工程的出身 看到这样的一个工程 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完成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还记得在104年 当时的苏迪勒风灾 其实大家记忆犹新啊 当时在我们新店 还有新北的乌来的一个地区 也就是在翡翠水库的旁边 上面是一个上龟山桥 下面是下龟山桥 当时在新屋路的上龟山桥以上 从新店到乌来完全断掉 完全断掉的一个情形下代表的一个意义是什么 是南四溪上面有非常多坡地的崩塌 这个坡地的一个崩塌 也让我们的南四溪的溪水非常非常的浑浊 所以在苏迪勒风灾发生以后 那我们在地的三位里长真的是非常辛苦 我们那时候要非常谢谢中央包含了国防部 包含了交通部 也包含了经济部 我们共同在旁边就在旁边 龟山里活动中心成立了一个前进指挥所 做所有抢灾跟附建的一个工作 所以在苏迪勒风灾之后 看到了台北市 非常认真地提出了一个圆水隧道 要把北四溪干净的水源 藉由圆水隧道来快速地做完了以后 能够让水很快地让圆水通达到我们的指挥业 其实这件事情是照顾我们新北台北 接近有六百万的市民朋友用水的品质 跟用水的一个效率 所以非常谢谢包含了在行政院这边 前瞻计划的一个协助 还有水利署这边专业上面的非常多的 专家写者的相关的一些协助 当然更重要的要谢谢台北市政府 来承担这样的一个工程的重责大任 原水隧道的一个工程 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度风险的一个工程 那台北自来水事业处 在湾站处长的一个带领之下 我们看到了在缺工缺料的情形之下 不但进度是超前的 而且把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在今天贯通的工程要去做完成 那我们这边要代表我们新北市 以及这个在地所有的民众 谢谢整个工程团队 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 那这边其实最后要谢谢的部分就是 我们整个工程团队最辛苦的一个部分 我们中心工程陈董事长率领的所有的工程师 还有我们附近营造江董事长率领的所有的工地的一个伙伴 日以继夜在这边的一个施工 也要谢谢我们当地里长协调所有的一个工作 让这些事情能够顺利的完成 祝福各位我们希望在113年 除了这个顺利的供水之外 工程都能够在无公安的情形下顺利的完成 祝福各位希望今天所有的典礼 顺利圆满平安谢谢大家 好掌声谢谢朱副市长 非常感谢您今天特地来 也替我们带来的鼓励以及未免还有祝福 再来邀请的是台北市的蒋万人市长 也到台前来跟大家说说话 欢迎市长 郑文燦副院长 我们朱副市长 还有王副署长 我们立法院罗民财委员 台北市议会戴希青议长 王欣怡处记长 李建昌议员 还有包括我们两位董事长 还有我们宜君议员 以及我们所有台北市府的同仁 当然包括这一次我们的主人 我们范处长 以及许多我们在地理事长 还有很多我们这一次施工团队的各位伙伴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 跟大家一起来见证 我们翡翠原水专管隧道全线贯通的典礼 翡翠水库是大台北地区最珍贵的水源 而这一项工程是一个重要的旅程碑 代表着我们大台北地区未来云生用水的品质 但是又再往前卖了一大步 其实这几年我们大家知道气候变迁造成的极端气候 常常发生暴雨 2015年7月当时的苏迪勒台风 大家印象还很深刻 当时造成我们新建溪上游 南市溪 整个土石崩塌 而我们新建溪 有如泥浆黄河 所以当时整个溪水的高着度创了历史记录 也远超过了当时石潭净水场的净水能力 所以当时也造成很多大台北地区许多加户停水 发生了供水的问题 也因此催生了今天这一项的工程 我想我们整个工程非常的艰辛困难 刚刚在简报中我们也看到 而这一次我们整个工程进行的方式 也舍弃了能够让工程进行快速的爆破的方式 因为我们要确保工程的安全 环境生态的保育 所以我们改载机械开挖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进度会相对缓慢 也就是平均每一天大概推进一公尺 而一公尺以后马上要架铁架 支撑避免再次坍塌 所以工程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 所以让整个施工进行格外的艰辛 但完工之后 我相信未来我们就可以从北翠水库取得干净的水源 直接到池滩浸水场 能够确保大阪台北地区六百万市民朋友用水的安全 当然未来我们也配合中央水利署在板兴地区工水改善二期工程 能够让翠翠水库的工水范围 我要特别感谢中央包括 更重要我要谢谢默默背后付出的基层工程人员 所有辛苦的数十名坑夫 其实他们从108年7月我们开工 历经了一千多个日子 而每天工作的环境就是在一个幽暗的隧道 全长2.8公里 而且闷热潮湿本身非常多 而且面对很多未知的前方 他们还是要不断的往前推进 而且数十名坑夫日以继夜的日夜排班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劳 特别我这边提一个例子 其实在这一次的工程施工过程 数十名坑夫有一位简世怀先生 他超过20多年 等于说是依着工程而居 而且他等于付出非常多的心力 在很多隧道的开挖 而他的大儿子看到父亲的辛劳 也投入加入坑夫的行列 而简世怀先生他曾经对他说 他每天的挑战就是要确保所有工程人员平平安安 虽然是很简单的期待 但是却是深切的期盼 而且他也曾说现在他的儿子陪他身边 进行很多的工程 感到温暖却也多了一份操心 他说有儿子陪在身边 我一定要顾及他的安全 否则怎么办法跟儿子的妈交代 让我身为三个儿子的父亲 非常的感动 所以今天是全县贯通的典礼 明年中我们预计可以通水 届时也希望整个过程施工的进度 能够非常的顺利 非常的圆满 而且我们台北市政府也会持续的努力 希望未来能够真正确保大台北地区 所有民众用水的权益 我们一起努力 也再次感谢所有默默付出的同仁 你们是我们所有 包括台北 新北市共同的骄傲 谢谢大家 也祝福各位平安健康 一切顺利 谢谢 好 掌声 谢谢市长 对于工程进度 还有中间发生的事情如暑假征 非常非常的关切 相信今天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么紧接着邀请的 当然是我们不分对的事情 不分重要的地方 一起来促成 所以今天行政院的郑文森副院长来到现场 我们掌声欢迎郑副院长 台北市蒋万安市长 新北市朱提芝副市长 我们的戴琪欣议长 罗明才委员 李建昌议员 王兴黎议员 陈怡君议员 随力署王毅峰副署长 还有我们的范处长 陈董队长 还有我们设计营造的团队 陈生贤董事长 附青营造江董事长 各位在场的里长 各位工程伙伴 各位乡亲 大家好 今天翡翠原水管的隧道工程贯通 真的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个不到三公里的隧道工程很辛苦 但是采用了最友善最安全的工法 能够顺利的完成 我们要给工程团队掌声鼓励一下 明年的六月 在训期之前 就可以完成这一项原水管的工程 藉此直潭进水厂 就可以供应给大台北地区 将近六百万的用水的安全 那这个工程是在这个赖青的院长的时候 核定的 那时候核定的背景 包括柯文哲市长 他希望能够直接取水 避开这个南市溪的 因为台风好雨带来的着渡 那这个工程其实是整个北部地区 供水备源计划的一环 那么这个我算是非常有感 因为我当了八年的市长 那这八年市长当中 刚好就是北水南调工程 一个一个完成 我的任内刚好 百新水厂二期工程完成 可以让这个翡翠跟石门联通 能够共享翡翠水 让大台北地区 可以同时使用 这个翡翠跟石门的水源 那接着第二个完成的就是 包括了这个中庄南河宴 中庄调整池 那连结到大南净水厂 让桃园的备源能力也提高 那接着又完成了桃园跟新竹的备水杠管 在上一次的百年大旱的时候 在新竹缺水之前 能够顺利供水给新竹 那今天这个工程也是一样 这个是整个五个备源干管计划的一环 这个完成后大概台北市就不用担心了 新北市也不用担心了 这个水质会保护得很好 这个苏迪勒台风当年 是它的着度超过了这个 直南净水厂可以处理的这个能量 类似一个案子是在民国93年 爱立台风造成石门水库 原水着度也是拉高 这个桃园停水18天 所以当时也是做这个上层 这个跟下层的这个取水的杠管 直接连接到平正水厂 当时也是透过类似的工程 来完成 那我想这个工程呢 也是同样的效果 我相信明年六月完成之后 就可以让大家这个体会到 这个供水无余 这个让我们的用水的这个安全品质 能够大幅的提高 那谢谢所有的团队的努力 那刚才蒋市长说得很清楚 第一线的工程人员 跟地方居民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这个辛苦会过去 建设会留下来 那点点滴滴的努力 只有第一线人员才有最深的体会 那我们要再次谢谢居民的配合 工程人员的付出 那最后希望明年六月顺利完工 那中央对双北的用水安全的支持 一样会继续完成 那第五条杠管 这个预定是在114年完成 届时从这个新竹、桃园、新北、台北跟基隆 这五个县市 用水就可以完全连通 包括北水南调的工程 就会全部底定 我们北部地区的用水安全 就可以确保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服务院长 好 要请您先行刘步龙 我们要颁发加菜金 今后要靠赏您口中劳苦功高的施工同仁 那这个部分邀请的是蒋万市长也同样到台前来 一起来颁发 再来邀请的是我们的施工厂商代表 黄仁杰协力以及机关建造代表 谢泽珍主任 一起来 好 代表接受我们这个加菜金 也象征的是我们的长官 对我们施工同仁的敬意 好 热热掌声来 先给我们的劳苦功高的施工同仁 包含是施工厂商 还有机关建造 来看一下正前方保持微笑 好 今天出席的媒体非常非常的踴躍 好 我们再一张 正中央再一张 好 来看一下 好 后面我们看一下后面 扫射一下 来来来 非常感谢今天出席的媒体 非常非常的踴躍 好 让大家都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左边四十五角 好 我们讲师 来 谢谢 也请我们的副院长还有市长也可以先行回座 看新闻网 海水公司研讨水价 你扩大领域费率 你告诉市长 关于水价是否可能会调整 目前是在规划的阶段 那要考虑到成本 民众的负担 那当然 这个累进费率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那也希望能够 呼吁大家能够节约用水 那这几年的平均用水量是有成长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个民众跟产业都要进行节水 那政府也努力的开发各种水源 能够确保台湾的用水安全 那像今天的这个翡翠原水管工程 那可以让大泰北地区将近六百万人的用水无余 那这个工程会在明年的六月 迅期来临之前完成 那一百零四年树敌的台风 造成南四溪 这个浊度提高 那自然净水场无法处理的情况 将可以彻底解决 所以我想这个水源开发跟水废合理化 都是一样重要的 好 再来是TVS的提问 今天的翡翠水库原水专管工程 是在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 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时所挥洞 但也引起来绿议员批平互相抢工 而当时赖清德代表行政院 核定补助8亿元 今天由副院长代表参加贯通典礼 想请教副院长的看法 赖清德院长的时代 对于这个北水南宋 那核定了多项工程 包括这个翡翠原水管的工程 那也包括陶族这个供水干管的工程 那这些工程都可以让我们的供水能力可以提高 那我们当然也要谢谢 当时包括柯文哲市长 包括这个侯友宜市长 那桃园跟新竹 也包括了新竹县市的首长的支持 那我想中央跟地方 共同解决供水问题 这不分蓝绿 那不过我还是要特别谢谢 赖清德院长时代 北水南宋的工程可以核定 让基隆 双北 桃园 新竹 那用水可以调节 毕竟水是国家的生命线 那么水也是国家共同资源 能够把这些干管完成 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一步 那目前整个工水干管有 在北部有五条 那预定明年六月完成翡翠原水管 那一百一十四年会全部完成 希望完成以后 北部地区的用水无余 好以上是今天的媒体 请问很谢谢大家 好 我前面去换 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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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院长对于这次工程都有协助 包括新北市侯市长 我们都有邀请 但不论如何我们都非常感谢 每一位对这项工程付出的人 当然除了我们中央地方的首长 也谢谢在第一线协助工程进行的基层同仁 特别素食林的坤夫 他们非常辛苦 在环境恶劣的隧道当中 日以企业的轮班 还要面对未知的风险 特别也谢谢这些坤夫 以及智能同仁的家人 因为其实他们每天 思思念念的挂念 就是等待下班下工之后 我们这些辛苦工程人员 他们的一通报平安的电话或讯息 能够让他们安心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工程 未来就能够确保 我们大台北地区六百万民众 用水的安全 民生用水的品质 也能够再次的提升 往前迈进 好 特别Live前院长把这项工程纳入简单计划 给予经费的支持 当然刚提到新北市侯市长 其实在整个施工过程的环平 也给予大力的协助 所以大家共同的努力付出 才能让今天的工程能够全线贯通 明年中预计就可以通水 我想大家辛苦 支支念念的就是希望能够确保 大台北地区民生用水的安全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无论如何虽然没有按出席 但我们都抱持非常感谢的心 今天美市人口大标了 第三部市长的人士有考虑了吗 或是确定的 其实我们最重要是希望能够 能够营造一个更友善的生活环境 能够让更多的民众人才留下来 也吸引更多的人才能够来到台北市 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所以新市府团队上任之后 也推出了很多的政策 也成立人口对策委员会 也非常感谢包括我们议长 吸引议员 许多议员共同的支持 所以我想未来 我们也希望人口能够持续维持 在250万人以上 甚至更多 那相关的人士安排 我想一旦确定 就会跟大家做报告 好 谢谢大家 右手边请 谢谢 谢谢 这一段时间 先人指的来 再过也宣告全線队 就是要顾身尺打当高 最近从先里达的 小伙传对面 等后一下 那同系列人 我看大型 的队后来 我看大型 跟后面就不要太问题了 也请让时光人员 在这边终于的来 处理会比较好一些 那这边 我们会追保 大家的暗争流 那些请各位 可以交易来 瘋狂状态 谢谢大家 我們有一個小姐的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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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邊我們要挑戰的是 我們的任務局長 歡迎您 我們第一位按照這邊 歡迎您 歡迎我們的青藝衣員 帶來我的青藝衣員 帶來歡迎您 道文 然後蔡總 這個 任務局長 歡迎您 我們在喝水瓶水 這邊 然後現在 我們現在出考驗的時候 我們用手來觸碰 在這之前 如果我們一起平衡 我們就出氣了 我們可以 到時候 會有一些神像 從你摸到傳出來 但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稍微的來看一下 然後看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往後面移動 待會兒就轉 三秒 一次來 主要那個時候 我們就手 注意過我們的神像 我們三秒 一起來 三 二 二 一 請 起動 緣水管工程 廢道 全線 灌紅 所以今天 要邁向新的 彼城飛龍 非常非常感謝 我們今天 在這邊 我們部隊長 還有我們的護士長 還有很多的護士長 以及貴賓 和議員們 都請我們前來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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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